關於澳門的電訊來說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有一個歷史的背景 當時我們澳門在80年代的時候 我們的電訊是處於一個十分不好的一個狀態 當時我們是引進了有關的投資者 進行有關的管理 一直到現在 基本上現在我們澳門的電訊來說 是達到了一定的社會的需求 但是你說在資產方面 當它的專營合同完成之後 一定是政府有關管道的資產 但是這幾年因為他們自己有投資了很多資產 因為這件事不是很簡單 跟我們巴士續約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資產牽連到很多 他們有些是共同資產 有些是他們自己的全部政府資產 我們現在還在盤點感 下個月到期 我想這方面 羅斯長他們會和你們 進行有關的交代 我想我們會有一定的措施 去進行好這件有關的工作 因為電訊來說 你說其他的經營者 因為是否會 因為這個電訊開放之後 他們就會成本會降得很低呢 因為我們都調查過了解過 行政會為了這個電訊的工作 已經開了十次的專題會議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是一個很複雜的事 這樣 其他經營者 我想是希望就是 最好就是什麼都是政府 就不用錢 這個就沒有可能的 是吧 你再轉一個新合同來說 是什麼合同 都是要付出一定的 自己的經營成本的 那關於你說澳門的價錢 會不會大幅度下降呢 我們都對比過鄰近地區 和澳門的現在有關的收費 所以這個我們心中是知道的 我們是到底有多大的空間 這個大家都可以上網做 全部可以查到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只能可以肯定來說 澳門電訊在這個二十幾年以來 對澳門的電訊的發展 是做了一定的成績的 這個成績我們一定要肯定 那麼現在到一個新的 有關的合同 那我們去檢測處理 政府會有一個交代 會有一個適當的處理的方式 我們要搞清楚我們的資產 要搞清楚我們的資產 我們的電訊 不可以有一分鐘的停頓 我們不可以有一分鐘的停頓 我們一定會做好這方面工作 政府是很關注這件事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 我們開了十次的行政會 為了這件事 這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多謝你們的問題 我們未來的 怎麼還價錢 我們要不要拒絕